中国大陆的国务院宣布了 将水泥投资的审批权下放到省级政府 这让台泥卡关多年的广东投资计划 现在在线曙光 总投资金额高达了3.6亿美元 预期会推升两广地区的总产能上看2150万公顿 水泥龙头台泥早在2009年就已经规划广东两企投资案 包括韶关以及东莞 总计投资金额高达3.6亿美金 却因为当时的宪建令导致计划胎死腹中 如今大陆国务院将投资审批权下放省级政府 也等于是为这两起投资案重新燃起希望 各位要更注意的是一个城镇化的需求跟稳生产的需求 基本公共建设的部分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部分 台泥强调审批权下放 不代表省级政府会开大门放行所有投资项目 不过将积极争取 可望推升集团在两广地区总产能 将目前1800万公顿大增达到2150万公顿 台泥整个在策略上面也做了一些调整 没有一个全新的一个销售的策略 中国这次中央放很多钱出来增加这个公共建设等等 这都是好现象 所以这个角度讲的话 我们的水泥场最近的确有比较蓬勃的一个感觉 亚里表示公司近几年推动的投资案都没有受到现建令困扰 预期未来扩增产能将以并购为主 另外社会高标环保政策 让下游厂商担心水泥供给量将减少 可望摆脱过去几年在春节前水泥价格下滑传统 明年第一季营运可以乐观看待 富士山路关于台北